大家好 欢迎来到小陈的书桌 我是医生 一直瞒着我老公一件事没告诉他 那就是 他不孕不遇 为此我特意提出丁克 想顾全他的面子 可我没想到的是 他其实早就找好了夏家 而可笑的是 那个夏家居然怀了他的孩子 事情要从结婚纪念日说起 过几天就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我准备给他一个惊喜 我从时间紧张 薪资较低的公立医院辞了职 换了一家口碑一流的私立医院 薪酬高不说 时间相对自由 然而我万万没想到 在我上班的第一天我就看见了我老公 或许叫李健更为合适 就见向来成熟稳重的他 慌张地抱着一个大肚子女人 进了我的妇科仪式 头也没抬得求我赶紧救救他的老婆和孩子 我被一幕刺得心里抽痛 雷劈了一样 愣在当场 眼泪突然就毫无征兆地掉了下来 躺在床上的是他的老婆孩子 那站在一边的我 是谁? 不等我采取什么行动 跟来的护士已经十分有眼力架 递把他推了出去 这情况由不得我选 纵然 我这会儿恨不能掐死他 作为一名医生 我首先得救人 事情发生得太快 我的心情尚未平复 就不得不上前问诊 检查的时候 我手都是哆嗦的 不过也并没有影响什么 他这问题非常简单 羊水泄露 八个月了还敢作死 真是不怕孩子死肚里呀 这是 不过 这谁知道呢 这对狗男女求着我 我都不惜地用我的专业去报复 半点都没挣扎 我已经开出了十分专业且敬业的医嘱 让护士把人推了出去 自然 八个月羊水泄露 各项产前检查不说 住院留官是板上钉钉的事了 老公把小三把送到了我的眼皮子底下 呵 这是说出去 敢信 且听李健那话的意思 两人骑马好了八个多月了 想想最近每天晚上李健干的那些事 我就感觉恶心 我当即合了眼睛 强迫自己不去想那些令人作呕的画面 下一刻又觉得 真特忙 自己这一片真心喂了狗 我狠狠闭着眼睛 感觉牙齿都在打颤 良久 我睁开眼 强忍着不让眼泪掉下来 我恶狠狠地在心里告诫自己 李健 不值得 然而 八年的感情也不是说扔就能扔的 再加上他妈一直在催他要孩子 他压力也大 我私心想着他要是承认错误 以后好好跟我过 我也不是不能出手结束这场闹剧 给他一个回头的机会 中午休息 我打听了那女人的病房 打算找李健摊牌 然而 不等我推门就听见屋里传来女人的质问声 李健 你什么时候离婚 你难道没听医生说吗 孩子随时都有可能出来 我怎么样都没关系 可是咱们孩子不能还没生下来就是个黑户啊 女人话音刚落 李健略焦急的声音便迫不及待响了起来 住口 这里是医院 你也不是街上的泼妇 似是觉得不妥 话一落下又赶紧安抚 张帆那个人我了解 他就是受不了别人对他好 我越是对他好 他越是愧疚 到时候再让我妈 用不能生孩子这事儿拿出来说下 他因为愧疚就算不净身出户 也绝不会染指我这一份 不愧是我的枕边人 真是把我了解得透透的 原来他竟是打着这样的主意 屋子里 李健还在柔声细气地跟那女人说着什么 我却无心在听 强忍着冲进去把李健的脸打烂地冲动 转身急匆匆离开 这血淋淋的现实让我心里 仅存的那一点侥幸彻底幻灭了 狠狠擦了一把脸上的泪 我心里暗暗发誓 一定要让这对狗男女付出惨重的代价 好在这一天下来也没出什么紧急病例 我在门诊 不接手术 加上身为一个医生 心理素质过硬 虽然心情有所起伏 但也不至于影响工作 刚到家我就接到了李健的电话 说是事务所接了个紧急的案子 不能回家 好得很 我现在这个鬼样子 的确不适合见这个狗男人 白天被忙碌工作压制得痛苦 在晚上一人的时候彻底反弹了回来 我一个人在这寂静的房子里放声大哭了一通 这就是成年人的悲哀 越长大越孤独 我没跟爸妈求助 土惹他们伤心 好歹我也是快三十的人了 离婚这事我能做主 再则 我心里清楚 一旦我离了婚 他们高兴还来不及 毕竟 从一开始 我爸妈就没同意我跟李健的亲事 是我 死气白赖要嫁给他 我爸妈这才不得不同意 然而 伤心也是真的伤心 养了二十多年的闺女为了一个男人 站在了他们的对立面上 这种情况我还尚未面对过 只是光想想我都能感觉到他们的心酸 但他们还是成全了我 成全了我可笑的爱情 结婚三年 婆婆催生了无数次 我和李健还是没有孩子 我以备孕为名去我所在的医院做了孕前体检 我才知道李健是非耿祖性无精子症 也就是先天不孕不育 换句话说 李健的身体无法产生精子 连是管婴儿也是做不了的 我又心疼又无奈 我太了解李健了 虽然从不在嘴上说 骨子里却是妥妥的大男子主义 当时我也是爱惨了她 没这是我爸妈尚且不乐意我嫁给她 一旦这是公之于众 可以想见我们的婚姻可能请客分崩离析 于是 我借着医院工作的便利自己伪造了两张证明 从那之后 我们依旧没有孩子 不过不孕不育的人成了我 李健他妈为这个骂了我多少次 经常挂在嘴边上的就是不下蛋的老母鸡 然而 那时我有情银水宝 从不肯将这些放在心上 我爸妈不忍我在婆家受委屈 掏出一百万来给李健注资做了律师事务所 这才让李健他妈暂时闭了嘴 倒是我万万没想到 我藏起一身锋芒、努力护住的男人 却亲手向我捅了刀子 好好哭了一通 仿佛哭尽了八年的委屈 让我没想到的是 从前对李健的回忽 如今竟成了我手中报复的利刃 也不知该觉得可悲还是该觉得庆幸 想了这许多 我的脑海里的计划也慢慢清晰起来了 是了 我还不至于圣母到这份儿上 从前不曾说的秘密 如今离婚之前就先让她妥妥地待在肚子里吧 收拾好心情 我就回了卧室 还不忘给自己做了套保养 毕竟我不想明天上班顶着俩核桃眼 原以为会难过地睡不着觉 结果没失眠不说 一晚上连个梦都没做 第二天 我申请了个微信小号 并设置了朋友圈三天可见 随便转了几篇院里的宣传公众号 又换了封面和头像 趁着李健不在医院 我特地到秦韵那边做了慰问 理由都是现成的 毕竟入院的时候 她是我接待的 接下来的事就特别顺理成章 值得声明的事 我绝对没有害她的意思 事实上 我不仅不打算害她 更没打算害她的孩子 甚至于她身体一旦出现什么意外 我绝对会尽可能地保全她 不仅仅因为她是我跟李健离婚谈条件的王牌 更在于我对一个怀着孩子的孕妇当真下不了手 所以 恶毒的事还是留给李健去做吧 不过 她的朋友圈里并没有和李健的合照 不仅朋友圈没有 就连我几次暗示她拍 都被她以老公太丑含混过去了 纵观她的朋友圈 除了跟她弟弟的温馨日常 仿佛李健就没存在过 难道这是作为一个小三的自觉 亦或者说是作为一个小三的警惕性 骗照片的计划破产 我只得请了私家侦探调查 自然 李健不在的时候我也会偷偷关注 因为秦韵表现得实在太干净了 而我清楚地知道 她肚子里的孩子并不是李健的 这就涉及到我计划的关键一环 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做 我果断甩手交给了私家侦探 然而 一个偶然的机会 我竟然听见秦韵 所在的病房里传来的吵架声 你到这儿来干什么 太冒险了 我再不来老婆跟人跑了不说 连孩子都要跟别人姓了 秦韵 别告诉我你打算跟她真结婚 说什么呢你 还想不想要钱了 这年头的人玩得可真话 到底是走眼了 没想到这秦韵平常表现得老实芭蕉的 竟然也是个美杜莎 也对 能给李健生孩子的人 能指望他好到哪里去 看到这里我倒是有点放心了 便是我不出手 李健也好不到哪儿去啊?当然 我不可能真的什么都不做 起码要跟李健断干净不是 俗话说得好 不是一家人 不进一家门 现如今看起来这秦韵倒是跟李健十分般配 从开始的愤怒生气 到如今知道李健头上也是青青草原 我倒是觉得他有点可怜了 我不禁恶趣味地想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绿忍者? 人横绿枝 秦韵还是做了剖腹产 咱也不知道是因为等不及要改嫁还是啥 反正不是因为肚子撑不住 头天秦韵生了孩子 第二天大清早 我就见到了李健和他妈 这两人来 显然是打算逼宫来了 还是纯属自愿的那种 我顶着鸡窝头挑了对面两张扑克脸一眼 就慵懒地摊在了沙发上闭目养神 李健他妈屁股还没挨到沙发 就站起来指着我道 看看 看看 李健你看他这是什么态度 查没有 水不端 连个妈都不喊 我听着李健开口或心仪 那边安抚了又来提点我 连眼都没睁 自然 李健还是很有本事的 我没说话也没给他俩造成半点不适 全局由他妈控场 从我踏进他家门不守规矩到不孕不遇 烂了八百年的旧账 什么沉芝麻烂骨子的破事 李健他妈整整说了一小时都不带重复的 李健只需适时地在中间插上一两句 表个态 然后再他妈叙述了 必须离婚的一千零一个理由 中间表现的情绪越来越紧绷 直到最后他妈把李家的祖宗搬了出来 我画料在这儿 李家的香火不能断在你的手里 这个婚必须离 李健这才用沙哑疲惫的声音无比沉痛地开口 阿运 我对不起你 我扪心自问 我张运到底何德何能 竟有劳李大律师 给我颠导代言地上了这么一出大戏 片刻后 我有了结论 大概率平常忍惯了 以至于李健觉得我是个大冤种 所以才这么肆无忌惮的吧 心里明明知道得很清楚 然而他说对不起的那一刻 我还是忍不住流了泪 八年的青春 女人到底有多少个八年 还是最美的八年 如今随着她一声对不起 多少恩情都尽数烟消云散了 剩下的 只有债 我睁开眼 干脆道 律师事务所开起来的时候 是我爸住的资 一百万 这五年单利息也有不少了 先还我爸一百二十万不过分吧 加上这房子 你我这几年的收入都是婚后财产 该怎么分割李健你比我更清楚吧 话落得瞬间 我清楚地看到了李健脸上的错愕 震惊还有茫然 大概是万万没想到他戏都演到这个份上了 我竟能跟他算得这么仔细吧 倒是李健他吗 听完我的话一巴掌拍在大腿上 然后拔地而起 指着我的鼻子就大声骂道 好啊你这个不下蛋的老母鸡 我说你怎么不说话呢 竟然在这儿等着呢 一百二十万还要分婚后财产 你怎么不去抢 告诉你 没门 自然他的功力深厚 也不止这些 但也没必要一一赘述了 不如 你们起诉吧 我凉凉开口 打断了李健他妈的滔滔不绝 终于 李健察觉到了我竟然冷静地如此不同寻常 阿运 我们夫妻一场 你竟是半点情面也不打算留了吗 别演了李健 绿了我的你没资格跟我谈情分 说着我甩出了之前打印好的照片 亮达 正是他跟秦韵的亲密照 下一刻 李健便淡然的脸起了他脸上沉痛的表情 顺便打断了他妈的无礼谩骂 他说 没用的阿运 你爸当初是把钱送给了我 不是借给了我 打官司不划算的 律师 送诉费会直接让你拿到的钱大大缩水 我冷笑 你以为我是为了钱 你的儿子等不得了 拖下去就上不了户口了 我就是要拖 坚持住啊 只要我不同意离婚 那孩子生下来就是私生子 李健他妈再次发挥了他骂街的功力 你这个恶毒的女人 你的心怎么会这么毒啊你 我怒急返校 省下力气到法庭上骂我吧 李健到底妥协了 两百万 他应得痛快 我恨得咬牙切齿 毕竟两百万对他来说也不是个小数 他越是痛快 就说明他越是在乎 越显得我那八年瞎了眼 恨归恨 该阴还得阴 我清楚地知道 要不是有勤韵度里的孩子等着 我拿到手的可能还不到一半 更别提外头还有个勤韵虎视眈眈 而李健绝对不会想到 选择离婚并不是我最大的抱负 这才刚刚开始 别看之前端的架子比较高 谈妥之后 李健立马就要求去民政局 我坚持他当场转账 一手交钱一手签字 为了避免以后大家经常见面 我觉得咱们还是一次算清楚地好 李健整个脸沉得能滴出水来了 他妈也在一旁骂骂咧咧 我不为所动 到底逼着他在签字之前转了账 签了字 拿了证 奇迹般的我没难受 反而心情大好 差点笑出了声 刚刚折了一大笔钱的李健健壮 脸都绿了 阿韵 跟我离婚让你这么开心吗 这八年的感情都是假的吗 我不屑地痴笑一声 要不是你背着我孩子都有了 指不定我就信了你的邪 因为是协议离婚 对外只说是性格不合 工作人员并不知道具体原因 然而李健飞要把脸伸过来找这个难看 我自然也不会圣母地给他留什么体面 我说话声音不算大 却足够叫在场的人听得清清楚楚 虽不至于指指点点 各种鄙夷的目光到底就打在了李健身上 瞬间 李健的脸就黑得阎望似的 他妈到底老江湖了 当即口吐芬芳 骂出来的词都不带重样的 别说 效果也是有的 毕竟不下蛋的老母鸡杀伤力是非一般的大 倒是让吃瓜群众都头大 不知该信谁了 不想理会李健他妈的疯狂谩骂 我转身就走 倒也并非是我标榜自己高尚 我是纯粹觉得 比起跟泼妇开思这种不痛不痒的发泄 带给李健身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才是我的追求 李健他妈自然不知道我的想法 而我这种停也没停 理都不理的冷处理 显然惹恼了他 告诉你张运 刚离婚我儿子就有了孩子 你离了我儿子 什么都不是 我就看谁会要你这个不下蛋的老母鸡 我脚步一停 转身笑得一脸灿烂 那就请您帮我好好谢谢您孙子 我特意将您孙子这三个字咬得贼虫 可惜他们只以为我是极度勤运有了孩子 又哪里会追究这里头的深意 不过 我才不会傻不拉击地提醒他们 给别人养儿子的事实 拿到离婚证 我果断跟家里打了电话 这么大的事总不能再瞒着他们了 离婚 连带着李健不孕不遇的事一起告诉了他们 爸妈很高兴我能浪子回头 我去上班的功夫 我爸已经找了搬家公司把我原来的房子搬了个空 用我爸的话说 这房子里的东西当初都是他给我置办的 便是离了婚 糟心不想要卖废品也不能便宜了李健 对此 我只能说一句姜氏老的辣 我把李健不孕不遇 秦韵却给他生了孩子的事情告诉了我爸妈 意外的 我爸妈坚决反对我在插手李健的事 用他们的话说 恶人自由恶人魔 没得为了这种人渣脏了自己的手 跟五年前执意结婚不同 这一次我果断听了他们的话 为了彻底跟李健断绝关系 我选了一家离家进的医院上班 然而三个月后 李健竟然再次找上了门 果断被我爸打了出去 他不死心把我堵到车库 哭求我的原谅 此时的他哪有往日半分光鲜 头发像是好多天没洗 身体穿的衣服也一股紫搜尾 瞧着那样就差上街乞讨了 以前他体面光鲜我尚且毫不留恋 这会他自食其果 我更不会有半分怜悯 阿运 不孕不遇的竟然是我对不对 你怎么这么傻 假如你早点跟我说 我也不会犯傻呀 见识过他的演技 他这会儿说什么我都不信 再者 信不信的有什么重要呢 放下了 起开 我立刻出声 毫不留情 然而 此时李健大概是把我当成了救命稻草 哪肯轻易放了我 当即一把抱住了我 阿运 我不起 我不起 我错了阿运 你给我一次机会 我剧烈挣扎了两下 他不肯松 这种铁壁一般的束缚感 加上车库 阴暗自带 恐怖效果 那感觉 岂只是头皮发麻 这情况 我瞬间联想起某些恐怖的片段 整个人直接都抖了个机灵 我怀疑眼前的李健情绪已经极度不稳定了 进而推测 他是不是已经失去理智 忘记自己是个律师了 然而 不管是啥情况 我就不信没有杀过人的律师 眼前这位遭逢巨变 会不会成为下一个杀人的律师还很难说 退一万步讲 我希望那个人他不是我 错的不是我 不管是李健还是秦韵 我都是受害者 我不想替别人的错误买单 当然 妄图跟疯子讲道理的是傻瓜 出于苟命的想法 我迅速稳住了情绪 杨庄叹了口气 李健 我想我们应该谈谈 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 似是感觉到我放软了态度 他很是惊喜 这让他看到了希望 是了 谁会在看到希望的时候铤而走险呢 尤其是我 离婚还分到了两百万 他当初事务所岂不才多少 当真复合 这钱他拿去用 分分钟可助他东山再起啊 不过 以他之前的人脉 为了一两百万发愁 感觉就有些不可思议 眨眼间我心思百转 李健也放开了我 只是他似乎猜出了些我的心思 死死跟着我 生怕我上车甩了他 我只得把他带到了一个中档餐厅 高档我怕他这情况去不成 低档着实在这会儿给不了我安全感 中档可能比较方便 我脱身 李健 如果我记忆没出现混乱 你应该跟秦韵结婚了 你别跟我提他 他猛地抬起头来 像头廊宰子一样看着我 谋中满是恨意 然而他很快意识到自己是在餐厅 自觉收了声 那就是个骗子 他不仅骗了我的钱 骗了我的感情 他还败坏了我的名声 我醋了醋眉 什么意思 前面我勉强可以猜出一二 然而名声这玩意儿怎么败坏 曝光李健不孕不遇 可他作为一个小三 还是怀着不知道谁孩子的小三 曝光这事又有什么好处呢 那根本不是我的孩子 他骗了我 我根本就不能生 说话的时候他显得很痛苦 右手紧紧攥住摁在桌子上 为了给孩子上户口 我给了他八十万彩礼 第二天 大人孩子就一起消失了 骗了钱他们还不放过我 跟我说什么我根本不是个爷吗 我一气之下做了体检 哈!好家伙!我才发现我竟然真有病 说着他脸上竟然露出一抹病态的笑 那个女人连名字都是假的 找都不知道去哪里找 偌大的世界 随便他往哪个深山老林里一扎 我都找不到人 后边的事 他没有说 反反复复就一句 他毁了我的事业 我料想他没说出口的必是不得了的大事 极有可能就是他之所以失魂落魄的根本原因 毕竟 钱没了也不是不能再挣 他一身本事也不是败恋的 不过 看他这个疯样子 咱也不敢说 咱也不敢问 后边他说的尽是些没营养的求复合 我自然不会答应他 当然 我也不敢走 以我之前对他的了解 他真的挺不正常 起码我从来没见过他这么丧心病狂的样子 趁他不注意 我给服务员递了求报警的纸条 没办法 这里虽然离家不远 然而我不能把这疯子带到家人身边 可惜的是 那服务员就没能领会我的意图 许是李建长的还算人母狗样 一时半会儿的就没人当他是坏人 显然追究这个问题没有什么意义 我又设法给家里人录了几段语音发过去 希望他们能了解到我的情况 报个警 然而我运气不大好 好久了 我爸妈竟然也没有看见 我想偷偷结账离开 不料他紧跟其后 一步一驱 这情况 我更不敢离开餐厅 只能拿了瓶酒 再次返回了座位 正无计可施 突然有个声音传来 宛如天籁 韵韵 这位是谁 不介绍下吗 我抬头就看见了我徒弟 科室里来的新人 平常没大没小的 韵韵就是昵称 这会儿倒是方便我了 借着这个机会 我立马站起来 拥住他 实则在他背后 拧了一把 亲爱的 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我前夫 久仰久仰 律师是吧 大爷 不是我说 这怎么着也是个爷们吧 纠缠前妻放哪儿也说不过去啊 就这个 竟然还是个律师 我生怕给他惹麻烦 连他名字都没提 这就把人给对了 还大爷 可真敢 更别提 这里正不孕不育呢 他那头就说什么爷们 可真真是戳李建肺管子上了 挺勇 出生牛犊不怕虎的那种勇 不好意思啊 小孩子不懂事 我们这就走 连忙赔了个笑 我拉着徒弟就往外走 怎料 李建腾的一下站了起来 大庭广众直下 朗生开口 张运 你竟然老牛吃嫩草 怪不得要离婚啊 感情是有了新欢 我都快被他给气笑了 真不知道这脑子是什么构造 张口就到打一耙 不过我才懒得跟他争辩 不与傻瓜论长短是基本常识 更何况 在我眼里李建已经半疯了 强行拽上徒弟就走 然而 我支住了徒弟 就管不了李建 就见他竟然不知从哪儿拿出来刀子就冲了过来 我天 这特么早就预备杀了我了吧 得亏把他从车库骗了出来 不然接就交代了 这会儿虽然搞不好也要交代 不过李建这故意杀人罪是跑不了了 自带匕首 故意杀人 还在大庭广众之下 一堆人证 这真不像个律师能干出来的事 所以我觉得他疯了 我使劲把徒弟推向一边避免他受到波及 然而 就没有推动 鉴于这种情况 我只能一边推一边朝礼建喊 骗了你的是秦韵 毁了你的是秦韵 你杀我这不是有病吗 冤有头 债有主 怎料李建百忙之中就喊出了我毕生难忘的话 你明明知道我不孕不遇 竟然没有告诉我 这你嘛 我是福气的 咱也不知道人家怎么做到的 人家不躲就算了 竟然还上前一步 长腿一踢 李建手里的匕首应声掉到了地上 胳膊直接碰得弹到了头上 这还不算 我徒弟竟然上去就把李建的手扭到了背后 大声喊道 快打电话报警 都别从这儿过呀 别破坏现场 一会儿警察还要取证 喊完这小子还须捏了一把额头上并不存在的汗 好险 得亏小爷练过 不然就在这大爷手里了 这嘴剑的毛病是改不了了 这次再没什么意外 警察很快来了餐厅 把李建带走了 作为受害者 我自是要去做笔录 徒弟也没能幸免 托我的福 去公安局溜达了一圈 李建摆明是搞事情 很可能是不想活了 才弄了这么一出 我不大想深究他这背后的动机 毕竟光想着有人 想弄死自己就足够毛骨悚然了 这是蛮不过 自然少不了要跟爸妈汇报 当即两人又是一阵劫后余生式的感慨 死活要来找我 被我小徒弟挡下了 没错 小徒弟长本事了 爸妈知道他是我的救命恩人之后 微信大大增加 远远超过了我自己 从警察局出来就很晚了 我就无比庆幸地感叹了句 哎呀 接个幸好遇到你小徒弟 要不然师父这条命都要交代了 怎料他痞痞一笑 师父 您怕不是对遇到这个字有什么误解 我可是开车半个小时才到你这儿 下次能不能找个静点的地儿 嗯 说着 这臭小子竟然还揉了揉我的脑袋 简直大逆不道 师父的脑袋是弟子能摸的吗 不过 听他这话怎么这么奇怪 不对吧 我爸妈不认识你呀 邻居 师父 您这可是谢莫杀驴呀 小弟甘拜下风 这小子惯会搞怪 我不理他 师父 您看一下手机 自个儿发的求救信息也能忘 我立马拿起手机查看 果然就看见了我给他发了好多段语音 怪不得警察没有来 可真难为他能领会到我发这些的企图 否则今儿就凉凉了 为什么没报警 小徒弟贫道 这么好的英雄就没机会 找警察我不是傻 救美 呵呵 我暗自嘲笑小徒弟他不是眼里进了时 就是趁机抬高自己的身价 也就不以为意 不过这不影响交流 拿命英雄救美 小瞧我了不是 那菜鸡 我一个打十个也能把他打趴下 可拉倒吧 从来没见过怎么知道是弱机忧 这话我信我就是猪 果然 我还是有点智商在身上的 有了救命之恩 我自己对我徒弟颇为照应 直到有天他跟我求了婚 这突如其来的求婚可真叫我傻了眼 我把你当徒弟 你却想泡我 我是你师父 不是吧 韵韵 杨过都能娶小龙女呢 我比你大 大三岁不正好 女大三抱金砖 我有婚事 可拉倒吧 小韵韵 这年头结没结婚有啥区别 呸 谁年轻的时候没遇到过人渣呀 我竟无言以对 我以为小徒弟是在开玩笑 然而他就很正经 同科室不许谈恋爱 他竟然转了医院 最最无语的是 他还偷偷搞定了我爸妈 一回家就被催婚 妈 你都老大不小了 你那小徒弟不错了 心眼好 还能保护你 人长得也好 爸 的确是老大不小了 快定下来搬出去 打扰我和你妈过二人世界 这是当爸妈的说的话 独生女的我 头一回在爸妈那儿感受了一把嫌弃 呃 行吧 我跟小徒弟在一起了 至于李健 故意杀人罪罪名成立 然而就没能让他如愿吃花生米 就是可能要吃一辈子牢饭 后来 我从一朋友那里听到了李健那天 未能说出口的故事 秦韵原名并不叫秦韵 他是一名受害者 他妈妈被人撞成了高位劫瘫 然而 赵氏司机竟然用钱脱罪 李健就是赵氏司机的律师 秦韵从李健这里拿到了证据 在拿到钱后将这件事的原委网报出来 彻底毁了李健的事业 至于他不孕不遇的事 更是被贴的到处都是 家门口 小区 事务所 无处不在 杀人诛心 秦韵的确是个中好手 不得不承认 相比之下 我弱击了很多 我私心不大愿意承认自己弱击 感觉这可能跟受到的伤害程度有关 当然还多亏有明智的爸妈 李健口中的坏了名声 不仅仅是他不孕不遇的事被广为人知 更是因为利欲熏心 颠倒黑白 致使职业生涯被毁 后来 我竟然收到了秦韵的道歉信 就挺意外的 其实 对于这件事 我早已经释怀 抛开秦韵小三的身份 叫我伤痛欲绝 后来 跟李健分 开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更别提 我还找到了自己的幸福 终归是应了那句老话 留不住的都不是自己的 我同情秦韵的遭遇 也不知道异地而处 我会不会做出同样的选择 事情发展到这里 我也只能说一句事事弄人 只是跟秦韵做朋友也是不可能的 还好 小徒弟在我身边 我们结了婚 还有了一个可爱的宝宝 以前做梦都不敢想的事 竟然成了现实 果然 老天爷心里有感秤吗